听故事 学中文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故事 学中文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杨 刘伊斯是法国人 他住在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 刘伊斯会向我们介绍 他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今天 刘伊斯会向我们介绍 中国人爱和老外合影 在中国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经常有中国人要求跟我合影 原来在中国受到欢迎并不难 基本条件是 大眼睛 高鼻梁 高个子 向西方人就行了 那些留着大胡子的西方男人可能更受欢迎 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里 有个人长着长胡子 每次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当地人都会一直盯着他看 虽然他只有三十岁 但很多小朋友都尊敬地叫他爷爷 后来我们才知道 中国人很少留长胡子 而且留胡子的一般都是老人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他长得很像受中国人欢迎的马克思 所以他在我们中间最受欢迎 但是这种受欢迎并不是一件好事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感到很新鲜 都不拒绝 慢慢的 我们发现当我们答应与他们合影的时候 总会有更多的人围上来 他们会纷纷提出要求 不答应吧 不礼貌 答应了吧 你又得花上更多时间 有一次 我遇到几个中国人 他们要和我照相 我按照他们的要求 微笑 摆出各种姿势 直到所有人都拍好了照片 接下来 他们问我能不能将我的微信 能不能做预言交换 为此 我们的行程常常改变 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每个人都戴上墨镜 这样就很少被要求合影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故事里面的一些生词 合影 合影 合一起 影拍照片 合影就是一起拍照片 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比如 动词 快点 大家一起来合影吧 名词 你有你们全家人的合影吗 我可以看一看吗 鼻梁 高鼻梁 我们也能说 高鼻子 可是鼻梁和鼻子也不一样 鼻子指的是一整个的部分 鼻梁指的是眼睛到鼻孔中间的 长长的这个部分 鼻梁 我们说高鼻梁或者矮鼻梁 西方人常常有高高的鼻梁 而中国人的鼻梁比较矮 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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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男生不喜欢 鼻梁鼻梁 所以 鼻梁长出来一点 他们就喜欢 把鼻梁 刮掉 好 刮鼻梁 刮鼻梁 男生 男生常常在十二岁左右会长出胡子 长胡子 摆姿势 摆姿势 放 摆在桌子上 把手机摆在桌子上 摆在沙发上 我把我的书 我把我的书摆在沙发上了 姿势 身体的样子 为了好看 我们的身体会做出好看的样子 这个是姿势 好 摆姿势 我们的身体做出不同的好看的样子 我们拍照的时候要摆姿势 跳舞的时候 也要摆姿势 好 我们大家来合影吧 每个人摆出自己喜欢的姿势 你的这个姿势不太对 重新改变一下 这些就是刘伊斯要介绍的关于中国人的故事 下次课 刘伊斯会告诉我们 他看到的中国女生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中国女生的腿很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